就如往年一样 在过年的气氛逐渐的浮现 早晚温差明显变大的时候 金刚禅寺的惠丽师傅就会号召志工 为信众们出温暖人心的喇叭粥 我们今年为了要配合学校 就是他们学生要考试前来完成这个喇叭粥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个喇叭粥 所以我们有提前选在这个12月24号 那我们今年的数量比去年又更多 大概将近四万五千份 从三天前开始备料 动用人次超过这个两千人次 光是今天从这个三顶开始组 那一季这个就是组到下午 那希望我们在过年前 能让所有人都能吃到一碗 既平安 又可以增加这个喜悦好运的大巴粥 在师傅的号召之下 许多志工花桃悲银的忙碌者 充满着喜悦与满足 真正让人感受到师比寿更加的有福气 花桃节快乐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